我是中國電力的238公里 中各電力應該幾個禮拜前也有在講過 上次升了一陣 又回來了 今天本身有一個頗大的跌幅 市內跌過5%近 原因就是他之前公佈了一宗收購內地的一間A股電力公司叫吉林結帝 然後就將自己的新能源的發電駐入吉店 從而實現對吉店的控股 這一宗重組就是昨晚忽然間公佈說一個月內都不會進行 如果是以吉店公佈為準的話 所以今天對於股價人來說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留意之前公佈這宗重組之後 市場普遍認為對內地的一間A股公司即是對吉店是有利的 對中國電力是稍為不利的 因為中國電力將最值錢或是公佈最高的新能源發電駐入吉店 據此只是間接控股 所以如果這宗重組是進行的話 對於中國電力來說 因為雖然是控股吉店 吉店是持有這個新能源的資產 但因為在廣股市場 一般不如說會有一個控股的折讓 所以如果他這樣做的話 其實它的新能源電力的資產價值 就未必可以百分百反映到在中國電力身上 反而我覺得這宗如果重組是放棄 或者不是往這個方向重組 其實中國電力保留它的新能源發電的資產 在中國電力這一間的香港上台身上的話 我覺得對中國電力未來的發展 和對未來的股值來說 反而是更有優勢的 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 導致他今天的股價出現一個大幅度的調整的話 反而是一個挺好再入場的機會 因為就很明顯是市場錯誤解讀了 這一宗中止重組 對於中國電力本身的影響 對於吉店來說 影響一定是負面的 但對於中國電力來說 其實中止這方面的重組 我認為反而是對它有利 可能趁這個機會 例如3.6的這些位置 我相信是一個挺好再次入場的機會